欢迎来到AI对话室,这里是与人工智慧对话的综合平台。 您可以和AI探讨各种热门话题,解决个人问题,甚至是询问未来区。 今天与AI要聊的是关于宪兵这个名词宪兵是一个重要的组织,负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执行。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从军事到警察执法,以及国家安全和司法体系的支持。 历史宪兵这个词源自法语的gender marry,意思是警察,最初是指负责保护法国农村的武装警察。 历史宪兵逐渐成为法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,负责维护纪律和法律秩序,并支援战场上的军队。 历史宪兵在其他国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例如,美国历史宪兵是美国军队中的一支宪法执行机构,负责维护军队内的秩序和纪律,同时也负责调查军队内部的犯罪活动。 历史宪兵在其他国家也具有类似的角色和责任,如英国的皇家历兵,德国的联邦历兵,以色列的国防部历兵等。 职责历兵的职责因国家和地区而异,但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 军事历兵。军事历兵是一支负责维护军队秩序和纪律的部队。 他们负责保护军事设施和军事装备,执行战区内的巡逻和安全任务,以及处理军队内部的犯罪和不当行为。 警察历兵。警察历兵是一支负责执行法律和维护治安的警察机构。 他们负责调查和解决犯罪行为,维持公共秩序,并支援其他执法机构。 国家安全历兵。国家安全历兵是一支负责保护国家安全和反情报活动的部队。 他们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、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主义、敌对国家和组织的活动,并协助其他执法机构应对安全威胁。 司法历兵。司法历兵是一支负责维护司法体系和执行法院裁决的部队。 他们负责保护法院和法官,执行逮捕令和搜查令,以及押送罪犯到监狱。 历兵的职责非常广泛,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具备多种技能和知识。 例如,他们需要掌握执法和调查技能、枪械使用核战术知识、法律和法规知识、情报收集和分析技能等。 此外,历兵需要具有高度的纪律和专业精神,以及快速反应和应变的能力。 组织历兵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因国家而异。 在一些国家,历兵是独立的机构,直接向国家元首或政府负责。 在其他国家,历兵是军队或警察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。 在一些国家,历兵是军队和警察的两者的结合体,同时拥有军事和执法职能。 不论是独立的机构还是部队的组成部分,历兵通常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。 例如,美国历兵是由历兵总队管理的,历兵总队下辖多个历兵营和历兵队,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和地区。 历兵的职业生涯也通常有一套完整的晋升和转移路线,以及相应的训练和教育体系。 重要性历兵在维护宪法和法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和纪律,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安全。 在军事方面,历兵的存在可以提高军队的效率和纪律,保障士兵的安全和福利。 在警察执法方面,历兵可以帮助其他执法机构更好地执行职责,保障社会安全。 此外,历兵在紧急情况下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 例如,在自然灾害、暴动或恐怖袭击等情况下,历兵可以协助政府和其他应急机构维持秩序和保障公民安全。 他们可以快速部署、收集情报、提供支援和保障,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应对危机。 此外,历兵还在国防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他们负责维护国防机密、保护重要设施和装备、协助国防科技研究等。 历兵也可以协助国防部门执行特殊任务和行动,如情报收集、反恐、海外行动等。 除了上述职责和作用,历兵还有其他的重要作用。 例如,他们可以协助政府打击犯罪、保护重要人物和活动、执行边境和移民控制等。 历兵还可以在外交和国际安全方面发挥作用,如协助保护外交使团、维护国际法和条约等。 总结历兵是一个具有多种职责和作用的特殊机构,他们负责维护宪法和法律,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安全,支持国家的安全和利益。 他们需要具备多种技能和知识,并拥有高度的纪律和专业精神。 历兵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因国家而异,但通常都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。 历兵在紧急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,也在国防安全、犯罪打击、外交和国际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。 历兵的存在和作用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。 历兵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,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守护者,也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。 我们应该尊重和支持历兵的工作,并理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责任。 在现代社会中,历兵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压力。 他们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和技术发展,并维持良好的形象和公众信任。 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培训,以保持专业和技能水平,并应对新的挑战和问题。 同时,历兵也需要面对一些批评和争议。 有些人认为,历兵滥用权力或不遵守法律和标准。 这些问题需要严肃对待,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。 然而,我们不能因个别事件或错误而否定整个县兵机构的价值和作用。 县兵应该承担责任,并尽力确保公正和透明的运作。 最后,我们应该感谢县兵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 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,保障我们的权力和安全,支持国家的安全和利益。 他们是社会的守护者和英雄,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。 在未来,我们应该继续支持县兵的工作,并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支持和资源,以继续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。 感谢收听AI对话室。 如果您对本节目的内容有任何建议或想要与AI讨论的话题,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,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,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